天津女排计划放弃参加亚聚杯 或连续三年无缘出战 北京时间2月24日消息 具体谈新视野节目报道 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因疫情影响计划 放弃参加今年亚聚杯 2022年女排亚聚杯 定于4月24日至5月1日 在哈萨克斯坦塞米耶举行 作为上届牌超冠军 天津女排自动获得参赛资格 如最终缺席将是该队连续第三年无缘亚聚杯 4月底举行的2022年亚聚杯 本是天津女排这赛季面临的首相赛事 在接受体谈新视野记者采访时 主帅王宝泉透露 受疫情影响 球队很有可能放弃征战亚聚杯 王宝泉表示 亚聚杯因为疫情的问题 因为现在从整个看呢 我感觉也是考虑到队员们这样的话呢 还是比较危险 像其他有的队伍也是一个例子 到了打比赛也是发生很多问题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能在亚聚杯上还要慎重考虑吧 天津女排虽是中国排超联赛的 顶级强队 但自2019年兵败式聚杯后 该队一直没有出现在国际赛场上 2020年女排亚聚杯 原定于在天津举行 后受疫情影响 天津放弃承办改在泰国进行 当时代表中国参赛的 北京汽车女排弃权 天津队有机会递补参赛 但因疫情影响 亚排联最终取消了该赛事 2021年女排亚聚杯 于去年10月在泰国举行 天津队作为排超冠军 获得参赛资格 但考虑到疫情影响而放弃 若天津女排今年再度放弃出战 将连续第三年无缘亚聚杯 尽管天津渤海银行 女排计划放弃参赛 但2022年女排亚聚杯 仍有可能出现中国球队的身影 深圳中赛女排在2021至2022赛季 排超联赛中获得第八名 之前该俱乐部的负责人刘斌 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计划参加亚聚杯 也得到了亚牌联和中国牌鞋的支持 深圳中赛女排能否成行我们拭目以待